新闻大白话可以正式加入会员了 可以观看不定期的独家影片花絮 还有神秘小礼物不定期抽奖的优先资格 再一次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会员 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 不不 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 我们被搞糊涂了 好 我们是接着来看一下 李显龙的接班人 也示警美中的梦游战 其实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台海的局势升级 新加坡的副总理 这个等于说第四代的领导人 他就讲黄勋才讲说 美中如梦游般会步入冲突 其实我们看看过去 包含了吴作洞 包含了李光耀 他们的立场上面是比较亲中 吴作洞就是延续李光耀 这样的一个作风 而李显龙的时候 他就是亲美转中立 我们现在看起来 这李显龙好像慢慢的靠向了这个中间 就比较不像是说 我随着美国这样亲美的一个姿态 那2016年的时候 当时李显龙讲说 亚洲国家都希望美国来领导 而不是中国 可是到了2022年3月份的时候 他接受BBC专访的时候讲说 我们不会在美中之间选边站 我们也拒绝加入AUKUS 那现在黄巡才也要延续这样子一个中立的作风 延续李显龙的一个定调 那其实我们看到 现在这个拜登就是要大家选边站 就是要大家站队 像是这个晶片法案 也是逼着大家要站队 那甚至大陆的学者还赤警 就是说其实你不要看这个晶片法案 好像把这个台湾 韩国都纳入其中 他其实暗防台积电跟三星 所以原来我们被拉进去 也有这样究竟管辖的这样的意味吗 那其实我们看 这个中国现在受到了美国这个EDA的阻挠 是不是会有可能限制住 他未来这样子晶片的开发 其实中国早有预备 他们也有自己的这个EDA公司 有大概50多家的EDA公司 那所以他们现在这个自制晶片 美国的精力恐怕也是挡不住的 因为他们在20年前 就成立了这样晶片的部门 甚至还自研这个自动驾驶的晶片 BRT的半导体也已经准备要来挂牌了 更不用说这个北斗的晶片 北斗的晶片 它导航晶片已经实现了百分之百的国产 那现在就连美国 他们都觉得说 我的YouTube侦察机也想要 把这个北斗系统当作备用 那可是他们其实有感受到 北斗的威胁 所以他们在讲说 如果真的必要的时候 要摧毁这个中国大陆的北斗卫星 在这个战略上面 或者是在战争当中 他们才能够取得优势 首先我们先问一下博士 好 这边好多名词了 我先讲一下EDA EDA是在半导体产业里面 比较属于设计的那一个阶段 在设计时我们要用一些软体来做 所谓的chip design 半导体是晶片设计 那个软体叫EDA Elect Design Automation 这为什么会被卡住不卡住的问题 第一个会卡住的地方 因为刚才卉文哥说听不懂我讲的 开始讲怎么讲比较简单一点 我们有些工学很多学生会用过一个软体 也许有些上学用过叫AutoCAD 一个设计软体 3D的 我讲一下中科院实际例子 我们类似用AutoCAD这种软体 我们从美国买进来用 我们要做很多设计 这个软体的最低精准度 譬如说是0.5奈米好了 如果是5奈米 我们就设计不出1奈米的东西 那个精准就被控制住 EDA可以这样子把你控制住 另外再讲Layer 譬如半导体是有几层 我只能10层 你就设计不出20层 类似这样 好 这样子我有再好的构想 我有再好的设计概念 我想放到这么一个小晶片 我都放不进去 因为我的EDA被你控制了 那坦白讲 现在全世界的EDA都在美国手中 不过我跟观众朋友报告一下 我的博士论文就做EDA的 偷偷揭露一下 你自己写的吗 我自己写的 问一下 这个很重要 这个问题好像时尚 好 EDA的讲文 所以中国大陆也一定知道这个重要 但EDA的发展不是一处可及的 大家如果有印象 有印象 日本的半导体产业被美国封杀掉 在20世纪就应该有这个印象 那个做所谓的memory chip 被美国封杀掉 美国怎么封杀的 就是用韩国 南韩 扶持南韩的memory chip产业 去把日本整个替代掉 好 我为什么先讲这个 其实你再想一想 晶片的法案跟什么chip4 就是同一个模式又重新开始 大家绝对不要以为chip4 这个快乐的日子 chip4如果他们晶片 反而成功的话 我们的台积电三星就被消灭掉 如果成功的话 就是当初的日本的半导体产业 被消灭掉 过程是一模一样的 其实历史是一样的 好 再讲一下这个 这讲的7奈米 3奈米设计这个 那个晶片设计的技术 这边提到一个很重 一个概念就是说 为什么3奈米到7奈米 应该讲说 从更成熟产业到高阶制程 到7奈米到底怎么过去的 主要是晶片的架构的改变 晶片它里面一大堆逻辑 一大堆逻辑 and or not 一大堆那些东西 可以做所有的事情 可是这些事情 你要做到够小的时候 在材料跟立体 结构上有很大的差异 所以以前叫做MOS 后来现在叫做FIN 这个结构 一个很 有点难 我知道黑文哥要皱眉头了 有点难 我想讲这两个差异 这两个差异 一个是二维的 一个是三维的 MOS是二维的 FIN是三维的 我们直接想想 直接想想 对 就FIN是三维的 我们直接想想 二维跟三维 如果说在空间上 我可以有三维的是不是 我就有可能把距离再缩小 直接就这个样子 我在二维里面 怎么要投影都是那个距离 都是那个距离 所以要从 那个深境之间 要越做越小 这个架构是必须要有的 这个架构其实是 UC Berkley 一个教授提出来的 他的学生跟着做 现在这个架构 不只台积电有 其实三星好像也有了 这个东西其实 因为它是open 大家都可以用的 所以美国其实要卡出这个 我讲的这个FIN这个架构 FIN EFT 其实它不一定拿得住 好 我们来问一下赖老师 因为这个北斗看起来 真的美国这么忌惮它 说如果一旦双方可能 比方说动武了 他们竟然第一个就是要 瞄准北斗卫星 美国一定会瞄准北斗卫星 就好像中国大陆一定会 瞄准美国的GPS一样 也就是说一定先帮你打虾 帮你打虾 帮你打盲 帮你打龙 这个是一定会用的 也就是让你继龙又哑又瞎 这个是在未来的战争 所有的只要有这个太空能力的 他通常都要这样做 要不就是双方先讲好 就是说这个部分里面不要打 要不就是彼此之间打 那重点就在于谁有能力打 谁的能力更好 在胡锦涛时代 中国大陆就已经曾经 把他的这个退役的卫星做试射 也就是说把它摧毁成功了 那个成功应该是在2006年 我记得好像是2006 如果我记忆没错的话 那个时候就把整个欧洲 美国吓到了 也就是他们当初认为说 中国大陆没有这个能力 可是当时中国大陆就把他的 退役卫星打掉的时候 他们才发觉中国大陆已经具备 有摧毁这个GPS的能力 因为当时美国都认为说 主要是当发生在这个 塞尔维亚战争 南斯拉夫战争的时候 美国攻打 这个炸了中国的南斯拉夫的大使馆 因为那个时候 美国长有所有的GPS 美国长有GPS 他把欧洲的讯号关减弱 那欧洲当时就慌了 欧洲后来就体会到说 即使再怎么样的盟国都不可靠 所以他们要发展群力的计划 当时也邀请中国加入 当时的整个总经费是32亿美元 大陆投资了2亿 所以是占16分之一股 后来加入大概一年多到第二年的时候 欧洲人对于大陆有很多的排斥 大陆就发现说 他在参与下去没意思 所以他退出自己开始走北斗 结果中国的北斗 比欧洲的权利列 加利列还要成功 还要成熟 那为什么现在北斗比GPS还要厉害 这是我看到的资料里面 大陆有几个这个方面的科学家说 他们提到的就是中国有 除了有禁止卫星的时候 他们有这种斜度去拍它 也就是说一般来讲 卫星看的时候是从上往下看 可是它能够看到斜的时候 使它的这个3D的 比它反而的精确度是高的 那这个部分里面也跟大陆的 整个基础建设需求有关 因为中国大陆的基础建设 它的公交系统 也就是它的这种高速公路的 重叠系统很高 也就是它的一个 例如说你到上海 我想很多朋友就会发现 这个高速公路是一层一层叠的 那你想你的GPS如果说不准确 不能够从斜边看到的话 那你怎么去定位 你要从哪个地方进入 对 一定会有问题 我们在台湾开GPS就有问题了 就是我们用GPS的 我们就会常常出现被它导航 走到一个很奇怪的路上 可是北斗没有这个问题 那北斗没有这个问题 北斗的好用性就越来越广 而且商用的价值越来越 它开始赚钱了 那你想如果是 你是美国的商业的话 你要不要跟它合作 那美国政府禁止 可是美国的商业 还是想跟它合作 所以我觉得 它的潜力是比较大的 好 请教惠恩哥 之前拜登提的那个 IPEF那个印太经济架构 都还没有什么内容 蔡总统就说我们要参加 可是后来我们被丢包了 我们不能参加 刚才先你提到这个 晶片联盟这个chip4 我们要参加吗 南韩是不愿意参加 那我们要参加吗 这个蔡总统 我给大家看今天自由时报 这个头版的标题说 台海的电子站共军吃鳖 让大陆没有办法追踪 陪洛西的坐机 当然它是超南华早报的一篇报道 我想请问 陪洛西的坐机不是绕了一大圈吗 他绕了一大圈 是共军有吃 到底是吃什么鳖呢 我看到的不是共军吃鳖 我看到的是解放军的导弹 射到我们头上去的 然后我们不敢 到底是谁 那都已经接近我们的领海了 然后我们就很多的那些船舰 都没有办法去反制他 因为我们的船都很 都很比较相对比较早 就这样 就这样叫做共军吃鳖 这我觉得是大内圈 戴外圈 这个